大家好,这几天呢,做了三期关于人祸还是天灾的这么一个话题 我们做呢,我跟周航做文文客厅做了两期 第一期点击,第一期点击达到了13万 这个第二期,昨天上的网,现在点击是1.4万 还有一个跟方飞女士做的,天灾还是人祸 点击大概有4万了 所以今天按照这个话题,我接着再给大家说一个 说一个先给大家说说我的情绪,或者说说我的感想 我就想起来我们在中学的时候学的一首诗 就叫做李白做的千古名句 就是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繁荣 下本呢,我请周航给我念念这事,他也学过 长风万里送秋燕,对此可以憨高楼 蓬莱文章见安谷,中间小谢又清发 聚怀一语,壮丝飞,遇上青天揽明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称义,明朝散发,弄清周 千古名句呢,就是这句话 抽刀断水,水更流 现在呢,我们用我们这中国的 大陆中国的体制是一个独裁专制的体制 或者又有专政,什么叫专政,列宁说过 系统的使用暴力,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说中国这水灾,我们很沉痛 我给大家念一个留言 总是找茬打架的语气,做节目实在是听着难受 这个人呢,评价我是总是找茬打架 我认为这个评价是风牛马不相及 首先,他说我找茬,我找谁的茬了 我是坐的,最近河北省下了点雨 下了点大雨,就形成了死人 所以为什么我一定要强调 这不是天灾,这是人祸 人类社会没有天灾,只有人祸 我跟方菲那期也这么说过 严格的说,只有人祸,没有天灾 你想想下一场雨就死人 从下雨到发洪水 到他们作孽,谁作孽,习近平作孽 他为了保他这王不但工程 就是所谓的雄安 他为了保证这个工程 他就在上面,他也无预警的泄洪了 泄洪他就派人半夜三更的去挖第一浅 造成突然间这个城市或者县城就水就淹了 你们可以看看报道,我越看报道,我越生气 这哪里是什么天灾呢 百分之百就是人祸,哪个人?习近平 就他这人,他想称帝 你想中国经过了百年的奋斗 基本上大家取得了共识 要建立一个自由的,民主的,法治的人权的这样一个国家 结果他到了今年,他居然称帝 他背弃了邓小平关于 以经济建设为重心 一百年不动摇的党的基本路线 而且他搞了一个四化 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 其中年轻化规定 一般的干部,65岁退休 再高级的干部,70 他现在已经干了11年了 他已经达到了72 70周岁了 他已经达到70周岁了 他死屁赖赖的,死抓千里不放 所以他就一个 所以你们要说水利问题 水灾的问题,就是人灾 现在的人灾 首当其冲的就是习近平这个人的灾 所以他就必须尽快的引救辞职 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观点 所以有人说你老找茬 我找谁的茬了 有人说你要说我找茬 我找的是独裁体制的茬 我找的是邪恶的政权的这个弊病 就是权力必须得制约 所以当时我记得美国总统小朋友一句话 登在了北京晚报上 说人类最伟大的发现 并不是浩瀚的 大师们写的经典著作 也不是科学技术的新成果 而是人们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 笼子有四条五条狼个儿 第一个狼个儿就是法治 第二条狼个儿就是新闻自由 第三条第三个狼个儿就是 这个舆论监督 或者叫新闻自由 或者叫言论自由 还有一个狼个儿就是军队国家化 所以说法治 独立的法治和军队国家化 小布什当时作为美国总统 他的言论登在我们北京晚报上 北京晚报是北京的一张 晚上的唯一一张小报 发行量至少是几百万份 就登在了北京晚报上 所以我对小布什这段话印象很深 就是把统治者关进笼子 当时习近平当主席的时候 他也说过 他说怎么能把统治者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那时候他还清醒 但由于权力是腐蚀剂 绝对的权力是绝对的腐蚀 习近平干了十一年 越来越糊涂 对不对 越来越叫误操作 一个就是本来 这功底就不行 就是所谓不学无术 所谓浩大喜功 他的心理状态 就是一个穷兵独武 就迷信暴力 他就抓军权 他就把张时的 我们中国有三总部 总政治部 总参谋部和总后勤部 他再给改成了 据说是十个战区 什么东部战区 西部战区 他就大动干戈 但是他抓了军权了吗 我认为他根本就不可能抓军权 因为抓军权 需要一定的智力 他什么智力啊 他小学差一月没毕业 今天就这十一年 你就看他吧 在这胡折腾 前言不达后语 今天 这个你不是像这个一个传染病 一个疫情 当时02年 中国的第一个疫情 就是北京的SARS 又叫非典 当时呢就也瞒报 但是那已经造成了万人空向 当时我正在人民大学教书 当时呢 人民大学的学生走了一半 北京市也是万人空向 影响了这么大的一个事情 到了三年以前的 所谓武汉的 这个新冠状 他要给你隐瞒 你就想 他在这折腾 他不光折腾 他隐瞒 而且他蒙 当时他批欺骗 当时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特朗普私人关系 跟习近平还不错 所以特朗普就直接给习近平打电话 习近平告诉他 还没有什么人传人 但是这个电话是美国的毛病 这个两国一把手 一个是美国总统特朗普 一个是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们俩通电话 当时有录音 当时呢 我就问美国的人 我说为什么你们不公布这录音呢 因为这个录音 当时正想 当时这个习近平怎么跟特朗普说的 他们俩有录音 而且他们俩有翻译 因为习近平不会说英语 特朗普不会说汉语 不会说中文 所以有翻译 我说是不是翻译出错了呢 后来美国的政府有关部就告诉我 说这个总统跟这个主席的对话 保密期 他们有人说30年 有人说20年 我说这么大的事 两人在那年1月2号通了电话 你们为什么不公布 所以后来我就想有一个想法 因为美国是法治国家 但是美国的宪法可以修正 所以后来我就问了一个 这方面的专家 老徐 老徐就说他来美国已经 六七十年了 他就专门研究美国的宪法修正案 他是 他大概 他跟我说大概是三五岁 他来到美国 今年他也七十多岁了 他就说我就在美国 我就想研究研究 一个蛮荒之地 怎么就200多年就变成 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文明国家 一个发达国家 因为他就研究美国的宪法 而且他专门研究美国宪法的修正案 美国的宪法修正案 现在是27条 所以我们也 我们也跟他们这些热心人合作 怎么能修改美国的宪法 人说可以 你可以提出美国宪法修正案 现在是27条 那过几年就有可能有28条 29条 现在我的研究的一个重点 就是研究美国的宪法修正案 怎么继续修正 以后我再给大家专题的讲这个事 因为教育部或者叫教委会 在前些年任命我为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我也在这方面也有了一定的研究 我在中国开的课 第一门课就是当今中国的社会问题 这个课的一个副将 就是当今美国的社会问题 所以我在人民大学已经教课了有30多年 我教课55年 所以我也给大家 这个有机会 我给大家系统的讲一讲 中国的社会问题 美国的社会问题 我来美国现在已经5年半了 当今现在的美国问题 我也有耳濡不然 所以我今天呢 我给大家先讲讲这个 就是于孔坚教授 他气候改变与智力洪水 中国的海绵城市的倡导者 于孔坚教授 非常有才华的一个 非常有责任感的一个教授 你给 也让这个周航给我念念 于孔坚教授写的这篇东西 因为雨水泛滥 白沙溪淹没了于孔坚农村公社的水稻梯田 当时刚满10岁的于孔坚兴 兴奋地跑到河边 突然他脚下的土地坍塌了 在一个可怕的瞬间 他被卷入了洪水 但两岸的柳树和芦苇 减坊了河水流动 让于孔坚能抓住植物 把自己拉出来 我很肯定 如果这条河像今天这样 被混凝土防洪堤弄平 我肯定会被淹死 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不仅影响了他的一生 也影响了中国的其他地方 于孔坚是中国最杰出的 城市设计思想家之一 也是赫赫有名的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学院院长 他是海绵城市理念的倡导者 该理念旨在管理洪水 目前正在中国许多城市推广 他认为其他地方 也可以采用这个理念 尽管有些人质疑 面对气候变化有关 更严重的洪水 海绵城市能否真的起到作用 不要与水搏斗 如果洪水 我给再强调一下这句话 就是不要与水搏斗 这个斗 就是毛宗的街积斗争 街积斗争要年年讲 月月讲天天讲 千万不要忘记街积斗争 街积斗争一抓就零 这种非常错误的荒唐的 这种理念 十七大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 全国代表大会 当时的胡锦涛总书记 有一段话 我给大家再重复一遍 我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 和理论勇气 彻底否定 以街积斗争为刚的 错误的理论和事件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一百年不动摇的党的基本路线 所以胡锦涛作为清华大学的高材生 因为我跟他有一度 见过几面 特别是他在贵州当省委书的时候 我们就到贵州 我们有几个人到贵州 胡锦涛把我们请到他的住处 也就是他的家 我们跟他谈了 大概我记得是五个多小时 谈得很彻底 所以我对胡锦涛的印象挺好 他比我大四岁 清华大学的高材生 好像也是清华大学水利系毕业的 这个跟他的专业问题还不大 就是关系也不大 关键就是这人不错 后来他就当了总书记 他就提出来一个构建和谐的社会 和谐社会有六条 最后一条 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他就否定了毛泽东关于斗 后来习近平上台以后 他不说介意斗争了 他就说斗争 所以说习近平现在的这个理念 或者是基本思维还是那个毛泽东那一套 就是街道争 现在叫斗争 所以说这个余孔坚教授 我因为我们搞水问题的研究 跟他也有一定的接触 而且他的观点我们都非常赞成 他的第一个观点就是不要与水搏斗 如果洪水可以是我们拥望 而不是恐惧的东西呢 这个余教授提出来的海民城市的核心思想 就是说你不要跟那水斗 实际上这个斗就是毛泽东的一个非常荒唐 荒诞 荒谬 荒芜 荒芜的四荒 现在习近平总书记继承了毛 所以管制叫毛二世 他又来着斗 这个再念一句 再念一遍 不要与水搏斗 传统的洪水管理通常包括建造管道或排水管 尽可能将水迅速排走 或用混凝土加固河岸 以确保水不会漫出 但海绵城市却恰恰相反 它试图吸收降雨 减缓地表浸流 它试图在三个方面做到这一点 第一个是在源头 就是像海绵有很多洞一样 城市试图用许多池塘来仿制水蔓延 第二个方面是通过水流 而不是以直线迅速地把水引走 有植被或湿地的蜿蜒河流 减缓了水流速度 就像救了它一命的那条小溪一样 这还可以创造绿色空间 公园和动物的栖息地 用植物净化地表净流 清除有污染的毒素和营养物质 第三个方面是低洼地 水从这里流出 流入河流 湖泊或大海 雨孔坚主张放弃这些土地 避免在低洼的地区建设 你不能与水搏斗 你只能顺其自然 对 我再强调这句话 雨孔坚教授 他又是北京大学的 一个景观与建筑设计的院长 而且他又是 他到哈佛大学 他也读了好多年 说这句话你们要注意 他说他主张 就是那个放弃这些土地 避免在低洼地建设 而且习近平什么都不知道 小学差一个月没毕业 又这么一小学生 而且他也没有补过课 我一直到美国来 我就给他提议 我说我或者我们的同人们 给你习近平同志补课 因为你现在掌握权力 而且你是主席 你又是军委主席 你又是总书记 那你这基础知识有严重漏洞 那我们中国就不就倒了大霉了吗 用中国老习的话 倒了血霉了 倒了血霉的原因 就是习近平 他的基础知识有严重漏洞 我们不说他治理低 也不说他治伤低 因为那些 那些说法都是 视此而非的 对不对 那个不太准确 准确的 就是他基础教育 他没有说完 简单说不识字 不识数 识字 就得当时中国有扫盲的条例 农村 你得认得1500个常用汉字 城市 你得认识2000个常用汉字 常用汉字有表 叫做中国的常用汉字 3755个 他有表 当时我们接受的是 国务院发展中心 或者叫中共中央书记处 农村政策与史的伪通 我们搞过全村 全国的100个村子调查 当时那调查文件 我设计到 就是按照 国家标准 3755个常用汉字 我们简单随机 随机抽出来 125个 做成调查文件 完了在全国100个农村 我们就去抽中了样本 抽中了样本点 我们去调查 当时入户调查 问农村 农户 你这个 你拿出我们这125个常用汉字 你认识几个 一个一个的调查 那个当时也费了很多的功夫 发很多功夫 因为当时我们都年轻嘛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35周岁 参加这些课题 不到40岁 精力旺盛 带着我们的学生 和课题组的成员 百村调查 这个调查的结果 我以后整理整理 我给大家 再讲一讲 所以那个时候 80年代 那个时候 当时胡耀邦 作为总书记 作为这个 赵紫阳后来又作为总书记 就是12大 胡耀邦是总书记 13大 赵紫阳是总书记 在胡赵阶段 相当的不错 现在全面倒退 到了习近平的时代 整个退回到毛泽东时代 他要学毛泽东 我们给他请问 叫毛二 毛泽东二世 这是非常荒唐荒诞 荒谬荒谬荒谷荒无的 这么一个经历 但是我相信很快就过去 我们在美国的人预测 两年 两年之内 习近平必须得引咎辞职 中国才能好 如果你谈水问题 你不谈到本质问题 本质问题 就是小平那句话 中国的社会问题的总病根 就是权力过分的集中 过分的集中叫集权 集权一个是南极 北极极端那个集权 一个是集体集成电路 集体主义那个集权 这两个集权在学术上还不太一样 但大体上差不多 对中国的总病根 就是权力过分的集中 又得不到有效制约 现在习近平就是一个 非常的狂妄 非常蛮横的这么一人 你跟他 而且他的身边 已经没有了那些智囊 有正义感的智囊 或者说在中国的 这个所谓封建时代 有所谓大臣 他周围只有太监 他没有大臣的组 都是一帮太监 而且人家太监除了拍马屁 什么也不会 你像这个 你们有几句话 你们都知道 毛东那时候的太监是谁 毛东那时候的大太监 就是林彪 毛东是统帅 林彪是副统帅 林彪就拍毛东的马屁 四个伟大 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统帅 伟大的舵手毛主席 万岁万岁万万岁 林彪就是个太监 就是个拍马屁的 但是没想到52年以前 他外逃 没逃走 击毁人亡 折戟沉沙 那折戟那个飞机是 英国产的大型 喷尔什克机 叫三叉几盘的飞机 沉沙 他就坠落在外蒙古的温州汉 那是沙漠 所以给他起个名字 叫折戟沉沙 现在已经52年了 那时候的拍马屁 给毛东拍马屁的 最突出的 就是林彪元帅 现在给习近平拍马屁的 有好几个 所以说 这种历史 我们希望 不要再重演 所以有人说 我老找茬 我找什么茬呢 我找独裁 土地的茬 简单说 我找他们习近平的茬 为什么 因为习近平 就是人类的公敌 他在雄安 弄成了一个 在美国的人 说他是鬼城 我用胡锦 我用朱镕基的话 就是王不淡城 王不淡工程 中国有若干 王不淡工程谁给干的 那就是王不淡 王不淡就是独裁者 就是邪恶的一个 独裁者 但是这些话不是很文明 但是这是朱镕基 在98年长江 旋律的洪水 说朱镕基总理视察 九江大敌的时候 他看见这大敌垮了 而且那竹子是钢筋 混凝土 钢筋是竹子 那些 那个垮了那滴的 这个地处是垃圾 他们先挖一坑 先倒垃圾 从垃圾上再住 这个所谓大敌 为朱镕基非常愤怒 我现在有人说 你找茬 我不是找茬 我也是愤怒 你愤怒不愤怒 你不愤怒 你不是人 你想想 这么些王不淡工程 死了多少人 尤其现在 华北和北京这场 大雨 引出来的 所谓的洪水 据说死了 成千上万的人 我就问你 你看见 我们的同胞都死了 你为什么愤怒 你为什么不找茬 我找茬 我当然要找茬 于孔建 主张放弃这些土地 避免在低洼地建设 低洼地哪 就是白洋店 白洋店在河北 它就是比较低洼地 而且习近平 不知道什么原因 不知道他抽什么疯 他非得在雄安 制造一个雄安新区 所谓王不淡工程 是吧 所以我们就非常的生气 为什么 当你死这么多人 你不生气吗 尤其去年 他突然间躺平 原来他叫 叫做什么 清灵 封城 去年突然间 习近平躺平了 我们北京人 我在北京有好多亲人 有好多的老朋友 老同学 他们就告诉我 北京有大约有十几个火葬厂 火葬厂收尸体 得走后门了 得排队 我就问你 北京烧尸体 十来个火葬厂 都来不及烧了 都到这种状态 你为什么不找茬 你为什么不愤怒 你不愤怒 你不是人 你想 习近平在中国 折腾了11年 折腾了什么程度了 最近 就这个七月底到八月初 下了几场 那个暴雨 结果就造成 又死了成千上半人 我是非常的愤怒 我要找叉 我就找独裁体制的叉 我找这邪恶政权的叉 这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 受到雨孔间 在东部沿海省份 浙江长大时学到的 古代耕作技术的影响 如在池塘中 为作物储存雨水 他为雨孔间 和他的原来绿化公司 土人设计 赢得了许多奖项 没有人会被淹死 即使是在季风季节 我们只是和水生活在一起 我们适应了洪水 来袭时的水 他说 17岁时 他去了北京 在那里学习景观美化 后来在哈佛学习设计 当他在1997年 回到祖国时 中国正处于我们今天 仍能看到的 建设浪潮的阵痛中 由于对其灰色 死气沉沉的基础设施 感到震惊 于教授开始倡导 基于中国传统理念的 城市设计理念 例如 除了海绵城市 他还呼吁进行 自然的乡村景观美化 或大角革命 反对公园被过度修剪 他把这笔 做给中国女性裹脚的 过时做法 他认为 中国的沿海城市 和其他有着 类似气候的地方 已经适应了一种 不可持续的城市建设模式 欧洲国家形成的技术 无法适应季风气候 这些城市之所以失败 是因为他们曾被西方文化控制 复制了西方的基础设施和城市模式 他最初面临来自当权派的反对 其中一些人对他 对中国工程直言不讳的批评感到恼火 其中包括对三峡大坝等带有民族自豪感的工程的批评 对我在说这 因为我们研究三峡 研究了好长时间 三峡那库区 我自己就走了三遍 大概十几个县 我从这边按 走到那边 又从那边按 走到这回来 再回来 走了大概好几遍 所以对三峡 我也有点了解 所以这个 于永健教授跟我们的英雄所见类同 他就说 对于 这个三峡 他最初 面临的是来自于当权派的反对 谁 李鹏 李鹏当时总理 后来又当了委员长 就李鹏 他的素质跟习近平可以比 蛮横 是所谓红色基因 红色基因 就土匪的基因 其中的一些人对 这个 于教授的 这个对于孔坚教授的 对于中国的工程的直言不讳的批评 感到恼火 其中包括对三峡大坝带有民族自豪感的工程的批评 什么叫民族主义 应该说狭矮的民族主义 现在在中国大陆多的是 再加上他的哈佛背景和蓝自西方的喝彩 他被指责为叛国者和破坏中国发展的西方间谍 我再强谈一下这句啊 因为他是这个他家在南方 他是十几岁到北京来 北京大学的一个教授 他又是哈佛大学的 留学了好像有接近十来年了 所以呢就指责他 是由于他的哈佛的背景和来自西方的喝彩 因为西方人喝彩 喝彩中国人搞了一个这个海绵城市 海绵城市的这么一个理念 提防的喝彩 所以他就被指责为叛国者和破坏中国发展的西方间谍 这件事习近平做的非常过分 习近平居然又颁布了一个叫反间谍法 反正你意见不一样 他就给你扣帽子 就相当于毛东 你跟他意见不一样 他打成你右派 在文革的时候打成你走私派 包括刘少奇邓小平 一个最大的走私派 刘少奇 一个另一个最大走私派邓小平 就这种扣帽子 这种所谓的恶习 习近平又学来了 他小时候没学过别的 就学的这个 现在居然他又搞了个反间谍法 胡说八道 你要说谁是间谍 共产党就是间谍 就是共产国际 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从那个俄罗斯派的境外敌对势力 在中国找的是左派知识分子 陈多秀 陈多秀还是不错 陈多秀人家是北京大学文学院的学长 或者是院长 他又找了一个特务 南陈北里 那个北边的李大钊 那就是俄罗斯的特务 被抓 被找了确凿的证据 后来让当时的 好像叫北洋政府 给他判处死刑了 所以你们想想南陈北里 南边的这个陈多秀 北边的李大钊 李大钊就是一个叛徒 共产国际的一狗特务 你们入党呢 你们可以想想这事啊 所以我就说 这种 他曾经被指责为叛国者 和破坏中国发展的一个西方间谍 现在这习近平更加 这个 正更加走极端 他现在居然搞了一个反间谍法 间谍在哪呢 用矛盾的话 共产党内 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你想想 人家刘少奇 曾经是国家主席 党的副主席 他给人家打成一个叛徒 内奸公贼 还是特务 而且王光 那个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 也被打成是 所谓特务 特务不就是间谍吗 你想想 现在习近平又拿回到 回到倒退 回到毛泽东 所以叫他毛二嘛 又改了又搞了一个反间谍法 只要你意见跟他不一样 他就给你扣帽子 你像这个 余教授 非常 这个优秀的一个 中国著名的知识分子 居然给人扣上一个 西方间谍 自认为是文革子弟的 余教授认为 这种观念很可笑 我不是西方人 我是传统中国人 他笑着说 我们有几千年的经验 我们有你不能忽视的解决方法 我们必须遵循中国的方式 近年来 北京和武汉发生了 令人注目的洪灾后 媒体报道了他的想法 这有助于他巧妙的激起 中国官员的爱国主义精神 为海民城市游说 他也得到了回报 2015年 在习近平的支持下 中国政府宣布了一个 耗资数百万元的计划 和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 你注意这句话 就是2015年 在习近平的支持下 中国政府宣布了一个 耗资数百万元的计划 其实不见得数百万元 我觉得可能数亿元 这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 到2030年 中国80%城市地区 必须具备海绵城市的要求 并回收至少七成降雨 这就是习近平干的事 只要他一参与 这事就完蛋 如果他坐那 别管 用这个老子的话 无论之 中国还好一点 就是说皇帝 作为习近平想称帝的 这么一人 又是不屑无数 又是浩大喜功 刚愎自用这么一人 我们就希望他 你找几个 二奶三奶 你就去 做乐就完了 你千万别参与 毛东也要 毛东 他 这个49年以后 还有一度 他没怎么管 谁管 主持中央上工作的 是刘少奇 邓小平 还有总理 就是周恩来 你管的还可以 他会得瞎唱我 他搞了一个论识大关系 当然我们就学过 什么东西 东拉西凑 因为他得牛啊 就跟习近平一样 他得牛啊 对不对 什么也不懂 就搞了一个论识大关系 从这个学者抄点 从那个学者抄点 一塌糊涂 最后他在 这个 打一进 叫三面红旗 总路线 大跃进 人民公社 在这三面红旗的领导职下 把中国老百姓 给饿死了几千万 后来 他就退去二线了 他就在他的家乡 韶山 修了个地水洞 就是在他那韶山边的山洞里 给他修了一个 风景比较优美的这么一洞 他在那地水洞里头 他待着 中国的经历就好了 所以毛总好来就死了 他死了以后 我们中国的就开始改开放了 所以当时我有一个老校友 有一句话 说毛总这一辈子就做了一件对事 什么对事 他死了 现在也一样 习近平也是这句话 用我们这个老校友的话 习近平也得做一件好事 或者叫对的事 就是说两年之后 他死 或者他退 当然我也不说他死 因为他才七十多岁 对 他就可以引咎辞职 下个罪以诏 搞自我批评 完了之后引咎辞职 毛总那时候好歹还有一句 就是道歉的话 他在七人大会上 他就说 造成了全国老百姓挨饿 而且饿死了 成千上万 毛总说他有责任 因为他是一把手 他说他有责任 他就请大家原谅他 据说在七人大会上 毛总还有这么一个 一个表现 表示 说他有错 退去二线了 习近平到现在掌权十一年 你听得有半句道歉的话吗 什么清零了 封城了 什么又寻安心虚吧 又一带一路吧 一寸折腾 到现在一句道歉的话 没有 别说罪以诏 连罪以诏的影 你都看不见 人家皇上 错了 人家还下一罪以诏 你是吧 所以我就想 现在的问题就在这 我们在研究的一个重点 就是怎么能让习近平 和平的淡出历史舞台 也就是说 让他能够引咎辞职 引咎辞职谁的话呢 当时北京市的市长 陈希同 把他拿掉以后 就说陈希同同志 引咎辞职 什么事 因为副市长王宝森 自杀了 所以说陈希同是市长 说陈希同同志 对王宝森的事 负有不可推切的责任 引咎辞职 当时我们想好 共产党居然有了个 引咎辞职这句话 非常的先进 其实陈希同不错 你别看陈希同 说他是一个贪官 我跟陈希同也见过 因为陈希同原来是 那个哪儿的一个 就北京郊区县的 一个县委书记 当时我在北京市 搞首都发展战略 总体研究部 北京市政府 任命我为 北京市战略与决策研究会 调研组组长 那个名称 名称叫首都战略 总体研究部 北京市战略与决策研究会 第二阶组组长 周孝胜 这么很 所以我跟当时 在北京市郊区的 这些书记 特别是包括陈希同书记 我们都有接触 陈希同不错 你别看他探馆 他没探 他完全是正式漏争的产物 陈希同 我最近又看了一篇 那个冰点的 那个中国青春报 最好的一栏目 冰点这个栏目 冰点的栏目 写了一篇东西 我也给大家推荐 推荐啊 就是说 这个北京市 有两个 两条大河 那条河叫 永定河 上面修了一个水库 叫官厅水库 这条河叫朝白河 朝白河上修了一个水库 叫秘银水库 秘银水库是北京的 主要的银水的 一个来源 当时陈希同就说那句话 说秘银水库就相当于 我们北京的 一盆水 非常干净的水 库容大概是 四十多亿立方米 非常大的一个水库 在地图上你们都能看得见 秘银水库是北京的一条水 他说秘银水库周围 不许游泳 他那话 陈希同那句话说的非常的 生动 说 你等于说 你要带秘银水库去游泳 就等于在 你的茶杯里头 洗脚 那个秘银水库就是我们北京的 当时有千万人的 一个 茶杯 一瓶清水 我们得饮用水 他那话我记得很不清楚 他就说相当 你就在你们家那个茶杯里头洗脚 所以说秘银水库保护的相当好 当然的主要功绩 就是北京市市长 后来变成市委书记 陈希同同志 所以后来陈希同同志 变成冤甲创案 其实那是一个 绝对冤甲创案 当时我们在一个北京四中的一个老校友 他呢 在秘银水库 不是在秘银县 当县长 县县厂 当时秘银水库呢 去水几十亿立方米 是北京的一个水源 当时有些水利部的人 水利部长 水利部的一个头 就是李鹏这傻小子 你知道吧 他就说 那个 这个秘银水库得放水 这个当时我们这个 这个四中这老校友 他就在秘银县当县长 秘银区或者当区长 才一个意思啊 都县长跟区长 一个意思 他就反对放 后来水利部 就是李鹏这傻小子 就施加压力 说你 秘银水库你得放水 结果我们这 这个老校友 县长 就不能放 因为秘银水库 非常的重要 这个 陈希同 是市长还是书记 就去了 到了 因为那个水利部的 这个部级的干部 那些压力就到了 陈希同 陈希同呢 就亲自驱车 到了秘银县 找到我们这个老校友 他当县长 就说你怎么敢顶呢 他说你给我 放 因为陈希同 毕竟是一个 当时是政治局的委员 他顶不住 因为 因为那个总理 李鹏的官很大 你知道吗 他就找了我们这个老校友 我们这个老校友 就坚决顶住 他说我已经找着 运营水库的设计者 设计者是清湾大学 一个老教授 说请他来 说这老教授 就睡在那个 运营水库的大笛上 他就问 这个老教授就说 这个运营水库 是他主持设计的 能够酷戎 能达到四十几亿立方米 那你放在干嘛 所以说呢 那个 那个县长就顶住 陈希同 陈希同也不错 你别说陈希同 原来说现在 好像是个贪官 那是个清官 这非常好的清官 陈希同 现在当然已经不在了 他已经去世了 所以说我们不管 他们你们说的清官 他们贪官 你们打的清 打的贪官里 有好多就是好人 他们一说反贪 我们中国这些老百姓 就叫好 你叫什么好啊 他利用反贪 他把那个党内的 跟他意见不一致的 官员 他给他免职了 特别是军队 军队据说火箭军 火箭军对我们人民大学 也有我们的有感情 因为我们人民大学 原来就搬迁了 盟格的时候 人民大学不办了 中国共产党办的一个 党办的一个大学 原来叫陕北工学 有一座叫延安抗大 延安抗大的校长是林彪 这段话咱就不说了 后来把我们人民大学 给搬了 没了 没了 去销了 去销之后 人民大学这块地儿 它是在北京西边 出了西志文 没有多远 就变成了第二炮兵 所以当时 我是七七年 恢复的考大学 当时我们 人民大学的七七级 他们就副校 为什么呢 他们就得找到当时的 主席总书记胡耀邦 要把人民大学变成大学 当然了 但人民大学已经变成 二炮的一个指挥部了 二炮后来就变成火箭军 所以说你要说火箭军 现在据说有几个旅 这些都泄密了 所以现在习近平 他就把火箭军 据说有十来个将军 都给撤了 有人说都给 都给安了死了 这也可能是谣传 但是火箭军 二炮 跟人民大学 有这么一趟关系 因为当时我记得 我在人民大学的校友 他们副校以后 就是恢复高考以后 七七八八会议 恢复高考以后 他们到人民大学 就组织各种的活动 上面他们找胡耀邦 主席总书记 就把这个二炮 在我们人民大学这个基地 或者叫指挥部 搬走了 所以人民大学才副校 所以我们在副校 不是七七是七八年才副校 这些人民大学的 杰出了校友 为了副校 跟二炮干 二炮是中国人民奖军 第二炮兵 就是现在的火箭军 所以这一段历史 我也给大家 提起来给大家说一说 所以在2015年 在习近平的支持下 中国政府宣布了一项 耗资数百万元的计划 我觉得在这次说错了 可能数亿元 或百亿都可能 数百万元 百万元 你就是国家主席抓医计划 他那雄安他花多少钱呢 现在他已经花了 不到一万亿了 一万个亿了 已经不到一万个亿了 你显然 说这个计划 他花了几百万元 我可能 我估计他们可能差一零 这个 而且还说 中国有80%的城市 都必须具备 海绵城市要送 并回收至少七成降雨 这个七成降雨 我估计就是 其实你们胡说八道 他懂什么 不识数 你想想 中国的降雨 你能够 回收 百分之七成 百分之七十 七成的降雨 这不胡说八道吗 所以现在这个 为了保雄安 保这个鬼城 保他这王不但工程 他就 决敌 他就泄洪 他就把人家 老百姓给淹死了 大概 据说是 这个最多 有人说最多是 一万八千人 你想 对于这些事 我非常愤怒 有人说找船 我就找这船 一不找船 你没有人性 对 全球各地越来越多的地方 正在努力应对着 更多的极端降雨 科学家们认为 这种现象 与气候变化有关 随着全球变暖 气温上升 更多的水分 蒸发到大气中 造成更大的降雨 情况只会变得更糟 未来的降水量 将比之前 预期的更强 更严重 在更大的风暴中 海绵城市 真的能解决问题吗 一些专家并不确定 海绵城市 可能只适合温和 或小规模的暴雨 但鉴于我们现在 看到了非常极端的天气 我们仍然需要 它与下水道 管道和水箱 等基础设施结合起来 宁波诺丁汉大学 洪水管理专家 陈嘉信说 他还指出 对于许多人口密集的城市来说 空间是一种附加费 因此可能很难实现 与孔坚的一些想法 比如为红饭去提供土地 尽管花费了数百万元 中国仍然遭遇了灾难 的洪水 据联合国估计 去年夏天 一系列的洪水 造成了397人死亡 1430万人受到影响 经济损失达到218亿美元 但与孔坚坚持认为 中国古代的智慧 不可能错 失败的原因 在地方官员 不恰当了执行了他的想法 或采取了零散的方式执行 他说 今年早些时候 郑州的洪水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座城市填了池塘 所以当降水开始的时候 没有足够的水流在上游 他说 主要的河流被引入混凝土的下水道 导致水流加速 就像冲水马桶 医院等重要的基础设施 建在低洼地带 一个海民城市 可以应付任何洪水 如果不能 它就不是一个海民城市 它必须有弹性 另一个问题是 海民城市的概念 是否真的可以输出 于孔坚说 在孟加拉国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等容易遭受洪灾的国家 可能会授予于这一模式 但是新加坡 美国和俄罗斯等一些地方 也已经开始推行类似的概念 但可以说 海民城市在中国成功地迅速发展 很大程度要归功于中央政府 和庞大的国库 于孔坚说 如果做法正确 建设海民城市的成本 仅为传统解决方案的四分之一 他认为 如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建设 为洪水分配土地 将比建造一个管道和水库系统更便宜 他说 目前的土人设计 许多项目的目标 是修复耗资数百万的洪水基础设施 如果官员们一开始 就遵循海民城市的原则 这些钱本来是可以节省下来的 因此用混凝土治理洪水 就像引救止渴 这是一种短视的观点 他说 我们必须改变生活方式 适应气候 如果他们不遵循我的办法 就会失败 对 于宇宇宇宙这个见解非常高明 我们前 我去年 前年 前年我跟我女儿 还有几个朋友 我们去宾夕法尼亚州 那边有一个 阿米什人的一个聚集点 那个 那年我们去的时候 他们介绍是38个人 是美国各州都有 阿米什人的聚集点 那个呢 是美国最大的一个 他们是400多年以前 从德国来的一个分支 我去那一看 非常的兴奋 为什么阿米什人来了美国400多年了 保留自己的传统 什么传统 拒绝现代化 比如说美国人都有汽车 阿米人就没有汽车 他们坐马车 他们养马 他们种草 还有呢 他们都生孩子 美国人 有的人呢 不愿意生孩子 阿米人每家是三四个 四五个 甚至于七八个孩子 所以阿米什人那个方式 我们准备给他拍个电影 好了阿米人跟我们说过 好莱坞给他拍过电影 但是他们不满意 因为好莱坞给他们拍电影 就是大片 花里胡哨 没有把他的精神实质给他拍出来 所以我们就跟他们那个地儿的神父 跟他们联系 在条件城市的时候 我们有几个人给他拍 阿米什的一个电影 给你们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他怎么抵制了现代化 400多年了 人家德国来的一个分支 人家 这个 好多 比如说咱们都点电灯 人家点油灯 现在人家改成太阳能了 也就是说对于传统现代化 他的一个反思 我觉得非常有益 这就是美国的强大 美国有50个州 美国州有州法 他州有州长 他有州议会 州的参议院和州的众议院 美国的州长跟美国总统没有关系 美国总统你们选 美国州长 哪个州人家选州长 选州的议会 所以美国你别说 他是一个美国 其实我就说世界上没有美国 只有一个美利坚合众国 他有50个州 他在州全相当的强 也就是说在这个 一百一百一二年以前 清朝解体以后 就是清朝退位以后 成立了中华民国 到底是总统制 还是内阁制 当时国民党的创始人 宋教人 就主张内阁制 当时孙中山 他就主张总统制 他就想当总统 也就是说国民党也是个革命党 跟共产党一样 他们都是中国的革命党 一个叫国民党 一个叫共产党 他们都想搞这个独裁 搞专制 后来国民党就转型了 现在的台湾 搞的是就是两党政治 人已经搞了三次政党轮替 所以他已经变成一个正常的 发达的民主国家 据说明年 他的第十五任总统蔡英文 要改选了 今天我又听了一个 蔡英文的讲话 就是说他现在推荐 他现在的副总统 明年出任总统的竞选 对台湾已经正常的轮替了 相当于美国式的两党 共和党民主党人家两党竞争 但是他有点竞争过分了 他就他原来叫反对党 是对的 现在他变成敌对党了 上一次川普连线失败 为什么民主党叫逢川必反 现在要给川普扣上 也不是几十个罪名 要给他 向他坐牢 为了采取 用我的话 就是采取不正当的手段 你要正当手段 两党那就是反对党 为了监督 为了权力监督 但是你不能变成敌对党 现在这个事怎么办 就是美国宪法修正案 或者说权力法的修正案 我们正在研究这事 美国的选举法出毛病 为什么呢 他有了一个习近平给他们撒谎 他出了一个武汉的冠状病毒 所以说呢 美国一共是3300个县 他有每个县 他都有投票站 美国四年的总统大选 基本上他们都是纸质的选票 而且他们自己得开着车 或者坐着车去投票站去投票 但由于这个传染病 病毒的传染病 所以美国就把这个选票 由100万邮寄选票 突然间变成了一个亿 所以他的邮寄选票 涨了100倍 这样的话配套作师 他就不配套了 这谁给干的事 那不就是冠状病毒的事吗 突然间有这么一个病毒传染的 一个比较凶险的传染病 所以他就不能够去投票了 他就去邮寄选票 这样的话 又涨了100倍 他的配套不配套了 所以就出现所谓的作弊 或者是点票出现分歧了 而且美国的司法系统呢 又比较缓慢 因为按照这种事 他得报道美国联邦法院 有9个大法官 9个大法官得受理 但是他受理呢 他得有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太慢了 有些他就不受理 或者他就不接纳 所以说美国这个宪法 必须得改 但是改不是革命 是修正 叫美国宪法修正案 第27条 以后得改成 以后得改那28条29条 这就是改良 美国这200多年 就是改良 叫改进改善改良 美国是坚决反对革命 革命就突变 主张渐变 宪法有毛病 有有毛了咱们就改 改呢 得通过手续 50个州 还有一百个参议员 和435个政员 他们得经过若干次的讨论 他们才能改 大概得经过十年 他得有可能搞一条宪法 修正案 所以美国这路子 就是我们中国的榜样 中国就不能革命 革命党 一个是国民党 一个共产党 都是个革命党 他们的 他们就是面临着激动 激进 极端 急躁 三级 如果我接这机会 也讲究这点 包括掉水的事 掉水的事 因为当时我们搞这水问题的时候 开过若干次会 我们的会的规模 最大的一次 就是全国有27个部 他们都派副部长来 我当时主持人 主持中国的27个部的副部长 开会 名义就是全国人大 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 因为我们受他们的委托编写国家资源报告 我是国家资源报告的一个负责人之一 因为这件事 所以我对中国的水有一定的研究 当时叫南水北调 当时有一种意见 北水南调 我觉得北水南调挺好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外蒙古 我们有一个湖 叫贝加尔湖 现在贝加尔湖又 又定在俄罗斯那里 贝加尔湖的淡水非常棒 当时他们说了 地球上陆地上的淡水 四分之一 就在贝加尔湖呢 贝加尔湖呢 可以从贝加尔湖是蒙古高原 蒙古高原上呢 他就可以自留 就你挖一条沟 他就自己流过来了 他不像南水北调 有的还得洋水站 还得用能源 把这水提上来 而贝加尔湖呢 他那个水 他有好一条江 他当他那个江呢 他就流到了所谓北冰洋 北冰洋呢 永久动土 所以说呢 他不会影响液态的水 他都能影响冰 所以当时呢 搞过若干事讨论会 以后有机会 我给大家介绍介绍 你们得开阔眼见 实际上是 南水北调有问题 那么搞成北水 北水南调的问题 就在于中国共产党 他是境外敌制势力干的 他是第三国际 远东局的情报局干的 所以 我们中国 最欺负我们中国的 就是俄罗斯 所谓的老沙皇 新沙皇 现在就是普京 但是普京快败了 现在他打乌克兰 他彻底失败 估计再有一年半来 他就完蛋了 所以我们就要借这个机会 把贝加尔湖收回来 这是我们的地儿 那是原来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什么戏剧吧 叫素武牧羊 素武牧羊在哪 牧的羊 就在贝加尔湖边牧的羊 贝加尔湖我们有好几个同意都去过 非常棒 而且从贝加尔湖掉水 不会影响生态 因为那他们的 有他们那个 他们的江水是流到北冰洋 北冰洋呢 他也那个蒸发比较少 而且呢 他是结冰 所以我给大家介绍一个 南水北调的另一个方案 就是北水南调 相当我现在给大家介绍 这俞教授这个海绵城市 这也是治水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案 很多人不知 无知无能 无情无义 无道无德 无耻无赖 根本就不知道 就借这机会为大家讲一讲 讲一讲 你们大家开脱眼界 因为治水绝对不能集权 习近平不能参与 习近平一参与 参与什么就什么完蛋 你们得明白这 中国问题的总备根 就邓小平那句话 权力过分的集中 又得不到有效制约 现在没人制约习近平 那怎么办 大伙就要躺平 现在中国大陆的 有一个词叫躺平 或者叫润 润就是 往好地去 人往高处走 躺平就是什么也别干 我们就是号召 或者说我们主张 中国大陆的人 他变成年轻人 躺平 什么时候不躺平了 习近平引就辞职 躺平到习近平引就辞职 给他施加巨大的压力 你不是告诉你人民共和国吗 你不告诉人民当然做什么吗 人民给你躺平 特别是年轻人给你躺平 两年左右 习近平引就辞职 这就是我这个研究这个水问题 现在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结论 今天先给大家说这儿啊 有什么意见大家给我提啊 有人批评我也接受 有人说我语气 语气是不叫急 为什么死人在那儿 乌克兰那儿已经死了几十万 据说俄罗斯的兵 他们说也死了二多万了 这普京他在那折腾 他就侵犯人家侵略人家乌克兰 所以我跟台湾的说 你们台湾要想保护我们这块圣地 就是台湾 3.6万平洋公里 人口是2350万人 搞得非常好 明年还有中华民国的第15任总统 蔡英文到任 明年据说1月份 要再选出来中华民国的第16任总统 我觉得台湾远学以色列 进学乌克兰 全世界的文明国家 都得帮助台湾 守好我们台湾这块净土 也就是说 自由民主 法治 人权的这块净土 就是我国台湾地区 所以我一旦说 我们有三个地区 一个地区 就是台湾地区 搞得非常的棒 第二个地区 就是中国大陆 我们叫红色地区 或者叫中共国 第三个地区 就是外东北 外西北 外蒙古 一共是三百多万平洋公里 那就是我们中国 不是两个中国 是三个中国 所以这第三个中国怎么办 我们以后专题的讨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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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